今天我们来拆解一下12 粉色啊 这个应该有点白又有点粉 配件这一些我们就不说了 没什么实际意义了 然后我们就撕掉 外观我们也不做任何解说的 没什么实际意义啊 大家应该都看过外观了 我们首先尽情娱乐 新的机器 然后呢胶会特别黏 也会特别硬 如果一两年之后的机器 胶基本上都已经老化了 都好差一点 新的机器都稍微有点挤 好先尝试一下温度 然后呢 排线扣的位置 跟之前的那些插网上呢 是相反的 大家一定得注意 等一下我们开的话 是从右侧开 右侧开 温度没达到 没有一点起来的效果 再烤一会儿 好再来试一下 这不是一般的景啊 这不是一般的景啊 因为新机器啊 我们就不拿刀去撬了 撬完之后都会 多少都会留下来一点痕迹 然后用这个吸盘呢 是无痕的 纹丝不动 最薄弱的应该是在尾叉这个中间这个区域 从这里我们就能看得到它已经起来一点点了 那这个时候也快了啊 一旦起来的就快了 好起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给我拿张名片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分开就好了 平 非常的薄 好 这个时候就简单了 看到螺丝就开始拧就好了 然后 幻光的排线非常短啊 从这个我估计接下来这个 幻光排线拆断的可能性将非常非常大 因为它短了 非常短 到这个区域已经达到了极限 如果再往下拉的话就会断 因为幻光排线这里太短了 然后我先把幻光排线这里给拆下来 拆下来幻光排线之后 我再拆电池 继作继继继�組 entsprech的 好 好 下面藏了一個觸摸 鍵持 好 緊接著我們把主綁分解出來 它用的螺絲不是同一個 所以就是要不停的變換著螺絲到那裡才 點證 從這個框架來看的話 跟11 用了一樣 沒有進行升級 等一下我們也會把點證分解出來 看看一下具體情況 原來固定主板的螺絲非常少 只有一顆 兩顆 只有兩顆 目前只能看到兩顆 應該就是 好 這裡有一顆 三顆 為什麼會這麼少 估計就是 不把主板跟後殼板定的太緊 這樣子就是 磕磕噴噴的時候不會經常壞 這顆螺絲 它這個結構有點看不懂 這顆螺絲還要拆掉 這顆螺絲不拆掉的話 這個就會 這個會被卡在上面 但是這個應該是正常是好拆的 出不來 出不來 我們分成之後再看 然後現在我們先把這些 外派先跟它分解一下 分解一下之後 我們再分主板 我們最期待的 就是點正 因為現在是最正前的就是點正 而且最容易上掃的也是點正 接著拆後置項頭 這個貼紙有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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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不了整個了 給我一個高溫膠帶 我把它鏡頭保護起來 然後我們接著再玩一下拆 緊接著 電池線呢 就這麼一點嗎 應該是 因為下面無限充 在中間 在中間這個膠就有點傻了 比起傳統的 少了好多 拉一點點就結束了 很短 下面 下面 施交之前我們還是先拆尾差 這樣子會好弄一點 目前看這些外設沒有什麼進行大面積的升級 震動器還是原有的 然後把這些還是雙線的 也沒有什麼進行大規模的升級 其實我猜這些外配沒什麼意義 大家最主要想看的 還是這裡面的所有東西 然後它的修護難度什麼的 重點是這個別的沒有 別的沒有 大家還是最喜歡的就是芯片的拆解難度 然後呢 分層的難度這些 其實都一樣 就是板子稍微大了一點點 就是要細細一點就好了 尾差後面 還是單喇叭雙送化器 跟之前的結構一樣 沒有什麼特殊之處 就是這次生意 那壳子先分解到这个区 重点我们先来 主板 撕皮 撕皮 上热贴 也要撕掉 因为我们要做全面的扫描 分成 现在看一下长温烯还是低温烯 我估计它为了这种工厂级的返修 方便一点的话 全部都会用低温烯 有几款 安卓的 是用了高温烯 高温烯之后 然后给它们返修的时候 造成了极大困惑 然后呢 现在也慢慢的再改了 现在较新款的双层的安卓的这种 已经用的是超低温烯了 然后 今年这款有所改变 它那个缝 中间的缝基本上吸用的非常非常少 从这个程度来看的话 温度有所提升 温度调了 稍微温度肯定是高了一点点的 温度一旦调了之后 接下来整个维修的手法又要变了 估计这个调温温度之后 有很多人会害怕了 毕竟之前的低温是很好修的 上一代机型就是分到这个时候 起码已经分了十台了 但这台到现在还没下来 有阉割芯片 有阉割芯片 然后刚才分的时候 躺了一下 两个芯片掉下来了 等一下我们还要进行 仔细之后往上装 两个芯片 好 先放一边 CPU变成了长方形 长方形这种的话 今年这个我估计快上盖 它又来了 反正国外的肯定 这个肯定是不会阉割的 下层 这个反正就是下层芯片 还有单独的小屏密罩保护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扫描 它的话必须还要对它进行 拆解 中屏 看到这个中屏 就有点像看到现在 目前主流的这些 安卓的5G的中屏 也是这样子了 好了 这个下面我们可以先去做清洗了 清洗完之后 我们紧接着马上开始扫描标注芯片 音频啊 小音频又升级了 无线也升级了 基本上就是 其他的东西升级倒是不大 但是这些芯片 就是外设的这些还升级还可以啊 紧接着马上开始 我们先把点阵拆出来看一下 点阵这个为了大家能看见的话 我直接就在写目镜下面了啊 下刀下刀的位置啊 这是我们通常传统的下刀位置是在这个区 但这个区域明显已经被打上了锚底 这个区域从这里下刀已经不行了 那我们马上要换个方向了 先把这个贴纸给它拿掉 那我们只能回到这个区域来下刀了 这个区域这个区域应该大家能看到啊 从这里下刀下刀刀之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看 好点阵已经拆了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它拿出来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我刚才是在这个区域起敲 但下面已经掉了 上面也掉了啊 那应该在上面有浇水了 对的有 有浇水 还是跟传统的一样 但点阵这支鱼又没有进行升级啊 还是用老的 好出来 浇水 哦 一样 连芯片还是一样一样的 这个灯光在之前的 就是发光体在之前的机器上 都没有发现过这个啊 之前 之前的机型有金色跟绿色的 但这个是紫色的 铜 这个铜的话 上面也是有保护膜的 这个时候就是 我们维修的过程中 不担心它会创吸啊 不不担心它会创吸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个例啊 那这个放这边 等一下我再把它装起来 看一下其他的能力 一样 这些都一样 好 那这个拆解先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扫描 再见